馬上附上一個懶人包給大家看一看陣容規劃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鍾的頻道 期待了很久的劍與與精啟程終於共測了 今次影片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無課玩家 怎樣有效策劃一下我們的隊伍配置 以及帶大家看看遊戲中的角色品質到底有分哪幾重呢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這遊戲分別有四個不同陣容 每個陣容都有一些實用的史詩級角色和稀有角色 大家就會問,英雄心願清單到底怎樣規劃呢 馬上附上一個懶人包給大家看看這個陣容規劃 不論史詩級角色或稀有角色 你會看到圖上有彩的字眼 代表著這個角色不論由前期或者後期 都會有一定的實用度 例如要光帝國的 我們一開始可以先抽一隻女騎士 抽完女騎士 然後核心就會落散在圍拉 而另一隻的史詩級商人直接升到彩色 稀有角色方面我選入了光盾和跳跳 當光盾去到白色粉質的時候就轉成槍兵 接著來盲血暴落 獅子優先抽一開圖鑑 開完圖鑑之後就抽狼人 拉伯阿德優先升上彩色粉質 紅巴的提升到紅色粉質之後就可以轉成卡卡 卡卡優先提升到白色粉質 去到綠裔聯盟的荷葉優先抽取一隻 如果新手30抽已經抽了荷葉 就不需要你會直接選取綠劍 然後旁邊的貝優先提升到紅色粉質 老羊小羊優先提升到彩色粉質 去到亡靈眷族 新手一開始送的經濟我們可以提升到紅色粉質 提升完紅色粉質就可以轉成雪女 雪女優先提升到白色粉質 骨王、骨蛇、瘡白都提升到彩色粉質 我們看完這張圖之後大家就會問 什麼叫做白色粉質 什麼叫做彩色粉質 和紅色粉質呢 再附上多以下這張圖 這張圖就講述遊戲裡面有哪幾個粉質 當中包括 靜影、史詩、傳說、神話和巔峰 剛剛有提及到彩色粉質 就代表著目前遊戲裡面最高的巔峰品質 而這個表格右手邊就代表著 抽取多少隻本體就可以提升指定等級 而去到最底就會有合計 合計抽取多少隻本體 令到角色提升到巔峰等級 好 接下來介紹一下個人認為多少T0角色存在的陣容 蠻血暴落 而這次影片就不會集中介紹耀光帝國 留下一次影片就會跟大家詳細介紹 接下來還會介紹一下蠻血暴落 到底有什麼稀有角色和史詩角色是值得大家練呢 第一隻平民最推薦的精英角色就是阿德 而阿德的定位就是一隻射手 可以擔任主詩位和副詩位還有迷夢關卡的關鍵輸出角色 首先他的技能模組 對對方造成150%傷害值 並且附加一個戰毒效果 最核心的就是後續這個戰毒效果 可以對敵人造成每秒的30%傷害 這個效果是直至到目標被擊敗 戰毒效果是無法驅散 大家挑戰迷夢關卡BOSS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招大技對敵方上這個戰毒debuff 持續造成大量的傷害值 然後到他的另一招普通技能 就是可以對敵人造成3支的60%傷害值 就這樣看終結技能 大家可能未感受到這一招的可怕性 因為要配合後續一招的被動效果 負傷追入 他的普通攻擊會優先攻擊有戰毒的單位 而普攻攻擊戰毒的單位時 可以令到目標戰毒效果 原先受到的傷害量 永久提升25% 最多疊20次 我們挑戰迷夢關卡BOSS的時候 通常只有一個敵方 一個敵方的時候 施放終結技能 令到對方上戰毒 隨後再透過他的普通攻擊 令到戰毒的效果有一個疊加20次的狀態 根據以上這幾個效果 為何亞德是處於T0位置就是這樣 挑戰迷夢關卡的話 必須要選擇的其中一個主司位 除了亞德之外 還有另一隻比較實用的輸出角色 黑魯格 亦是屬於一隻精英角色 這隻角色的定位就是幫手疊一些碎甲狀態 令到對方的護甲值降低 最多可以疊四層 代表著打我們迷夢關卡的時候 可以有效令到對方降低40%的防禦值 大大提升我們輸出首對敵人造成的傷害值 然後到另一招的技能模組 都是疊加碎甲效果 去到另一招的被動技能 要害打擊 如果附近敵方有碎甲狀態大於四層的時候 斯加哥暴露要害 就可以令到目標受到物理傷害再提升40% 除了碎甲這個debuff效果 亦可以配搭要害打擊 令到我方可以對敵人造成一個更可觀的傷害值 最後一隻介紹的就是史詩級角色 方土弱絲 人稱奶霸 這隻角色定位屬於一隻寶師 他的技能模組除了可以對有方 亦可以選擇盲血部落這隻 方土弱絲 奶霸 介紹完盲血部落一些實用的史詩級 以及精英角色之後 再介紹多一隻遊戲中的史詩級 T0坦克 就是托恩 人稱骨王 首先看他的終結技能 靈魂反擊 會進入一段時間草棄 草棄結束之後 會對敵人造成兩次傷害值 並且還有20%的吸取血量值效果 施放這招技能期間 角色處於霸體狀態 對方無法打斷骨王的技能 然後另一招技能 靈魂剝奪 選擇場上生命值最高 但未施放靈魂剝奪的敵人 吸取對方最大生命值18%的上限值 並且還可以令對方受到傷害值13% 這個效果直至戰鬥結束 這隻T0坦克對比之前介紹過的光盾定位是有點不同的 之前介紹過的光盾針對一些護盾效果 而骨王的針對一些吸血機制 並且可以令對方受到傷害值提升 打迷夢關卡時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還有其他的被動效果 只要骨王被擊到之後會有一段時間復活 並且恢復40%的生命值 每個戰鬥最多只觸發一次 如果副校長的話 可以透過史詩招募 選擇剛剛提及到的史詩級角色 當中包括骨王、驚擊、荷葉 接下來的兩隻大家可以選擇雙人或奶爸 因為目前這個賬戶已經有這兩隻角色 那我就會選擇耀光帝國未收集的其他兩隻史詩級角色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對上述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記得按LIKE 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以及加入我們Discord 一起討論這款遊戲 好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